大家好,來到日本東京新橋有間雞飯 這個雞飯吃什麼呢? 當然是吃串燒,一切 串燒是雞的串燒 這個是相當有趣的雞飯 這間地方是新橋JR站出來走很久就到了 這間餐廳是很可笑的 菜單沒有中文的,時間 但基本上我吃到飽不貴的 港幣250,台幣1000元 絕對吃到飽了 而且這些東西極少 你看這個是雞鎮 雞鎮就是這個,沙乾餅 另外雞軟骨 當然是送沙律 然後還有餃子 那些食物是一步步的 所以很開心可以吃到飽不貴的東西 希望大家,介紹大家 自己Google Map,搜尋雞飯 一隻雞的雞,飯中的飯 繼續燒,飯很開心 OK,我們遲些再回房間